矿场意外引爆大火 秘鲁南部一座金矿场 六号作业时突然爆炸 黑烟密布 挡住矿工的逃生路线 以致造成27人不幸灵难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48人 在一起了一夜 我们还没有失去27人 已经被告知了 是 被告知了 家属哭断肠 赶到现场等待救出家人 无法想象痛失至亲的生活 该怎么过 我要看我老婆 我要看 如果我们不允许 我们会告诉我们 那我并不想 那我并不想让他起来 因为我们从迄来 我们从什么疲惫 是一个生命 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生命 我现在在治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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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外当地偏远荒凉 地形非常崎岖 军队和警销人员 赶往救灾 也遇上重重困难 这是2000年以来 秘鲁所发生最严重的矿灾 爆炸意外发生时 矿工正在身达80到100公尺的地下隧道作业 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初步研判 意外很可能是气聚走火引爆 一语成称称称称秘鲁是全球第二大的铜生产国 也是前12大的黄金生产国 近年电动车产业兴起 汽车电池所需的锂矿和镍矿市场需求大增 矿场开采 企业主弱没有做好公安防护 经常导致矿工丧命 检调正在厘清这起意外原因 要给家属一个交代 也要避免汉事重演 戴新闻 吴归珍编译